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的老谋深算 思维缜密 是一个很多人追随学习的榜样 在生活当中也擅长创造财富 并且能够有很好的管理财富 是比较能力强的一种人 那么第三个是好运的耳 好运的耳朵是要有肉 当然图片当中都没有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种偶像 就是说它有肉 耳朵大 而且肥厚 这是长寿的面向 整只耳朵是圆润有肉 而且还很厚 内阔外形完美 结实有力 这种耳像的人善于 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 有这种好耳像的人 运势一般都非常不错 善于活动 善于交际 很有气场 善于学习和情商也比较高 第四个是重勤耳 重勤耳是微微的往前倾 就是它不够贴脑 往前倾 外围出来一点 并且它的耳阔 有耳轮但不明显 耳阔特别的明显 耳阔它有点凸 看上去是非常的秀气通透的 这个被称为鹿耳 鹿啊 鹿耳 你看鹿的耳朵就知道 这个鹿 这种耳像的人是心善重情 看到有困难的人 他会出手僵住 所以说人缘几家 有贵人运 无论从什么行业 都会有不错的发展 这是鹿耳 好了 有关这个四种耳像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亏亏 可以看一下变动朋友 或者关注我的事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